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产美,我是Gary 今天是周末分享给大家一个真实的段子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迎接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工作和生活 文章来自阿波罗新闻网 我个人做了一些改动和评述 我们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您参加全国游泳比赛被淘汰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因为引体向上做得不够好 这还不是段子,而是真事 因为最近中共体育总局连续发文 比如关于进一步强化基础体能训练 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 体测不达标准,不能参加奥运会 这下可好了 跟中共国倾举国之力大链芯片一样 接起了运动队的全民体能大比武 还闹出了一些怪事 比如全国基建冠军赛 在六进八的比赛不比基建了,比跳绳 因为领导要抓体能 红黄少女复员会游泳比赛预赛第一名 结果体能不达标,无缘决赛 王俭嘉又用打破亚洲记录 也不能进决赛,因为体能测试不达标 短跑飞人 苏炳天要跑三千米 因为总局要练体能 领导一拍脑袋 就要把全国各个项目的运动员的体能 练到十项全能选手标准 社会主义制度果然是优越啊 领导发出精神,大家就都得跟着发神经 最最最离谱的是,象棋队也要体能测试 跑一千米,难道象棋规则要改了? 要骑手们一边跑一边下不成? 还有国足,中共国足球简称国足 十年前搞过体能测试 后来效果太明显了,结果放弃了 上行下校,上面是小学生制定国策 下面就是外行制定政策 社会主义制度太优越了 正常人都理解不了 就因为这些少数个例 这场体能测试也被网民给笑翻了 认为那是不讲规律一刀切 重走国足的老路 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政治课学的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所以领导必须得抓点什么 领导工作要有抓手,事业要有抓手 什么都不抓,他怎么领导呢 就连小学生刚背上两道杠 都要马上抓一下班级的纪律 作为领导岂能不抓工作 至于抓大抓小,抓轻抓重 抓哪里不抓哪里 这都得具体分析 但无论如何必须要抓 您要写材料啊,领导忽然说要抓下卫生 您能说这是添乱吗? 还不得乖乖马上扔掉稿子去扫地 您要吃面,领导忽然说咱今天吃饺子 您能说是瞎指挥吗? 还不是只有乖乖多下去 那凭什么你要游泳,领导让跑三千米就成了天乱瞎指挥了呢? 这就是中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领导要抓,抓什么? 尤其是外行领导抓什么,无非就三点 第一,抓自己感觉懂的,相对容易抓的 比如抓精神,抓意志品质,这就比较容易 结果是把大家都抓成了神经 意志就成了旨意,你敢不从吗? 反正不管什么问题,总归都能扯到精神和意志上去 足球输了,排球赢了 你让总局领导去训话,他不就讲讲拼搏精神吗? 总归不会错,可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他敢说吗?因为落后和腐败的制度 他今天说出来,明天就成为下一个任志强 第二是抓容易见效,容易考核的 否则抓了半天不能考核,不能和下属的任免提拔 津贴奖金挂钩 人家不听我的,我岂不是抓了个寂寞? 而且也没有政绩 第三,抓安全稳妥的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很抓都不会惹事的 以免搞出意外麻烦 毕竟当官以安全为第一 你去抓体育体制改革,那就麻烦 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种不讨好 一抓就容易出事 如果是改抓文明卫生,那就绝对安全 马桶一天刷它八遍都行 我搞卫生总没有错吧 所以您就理解了,领导为什么爱抓体能 因为体能是运动员的短板嘛 是的,但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大概是抓体能感觉很容易 领导抓得上,抓得着也不陌生 请问谁没跳过绳呢 谁小学中学没跑过八百米一千米呢 对于这些东西,领导熟悉也就好抓 他就容易理直气壮的去发狠,用力抓 您如果要我当总局领导 我还能抓什么呢 抓政治工作呀 我上学的时候政治学的好啊 政治和整治又是读音很相近 在中共国呀,政治实际上就是整治 领导说了谁,他又不服 我就整治你,给你扣个大帽子 说你搞政治,看能不能整治你 这都成了绕口令了 我们的汉字太博大精深了 所以我个人特别喜欢研究祖先留下来的文字 如果能研究通,研究透了 您对我们华人的文化,乃至宇宙生命的理解 将提高不知道多少个层次 再说回到政治和整治的问题 我在部队当兵那些年 学会的看家本领就是整人 你不服我,我有各种办法整治你 而且呢,让你哑巴吃黄脸,有苦说不出 只要上面领导搞定了 你爱哪告哪告去 所以呀,对中共国的制度之恶呀 我太深有体会了 五毛和粉红呢 还有海外的一些嘴上说爱国呀 实际上不知道爱谁的华人朋友呢 我是深入的了解过,体会过,经历过的 才会有今天对中共的清醒认识和觉悟 尤其是来到自由事业以后呢 体会到正常人类社会的状态 好,我们继续体能测试的问题 体能呢,这个东西好考核 至少呢,是他们认为好考核 跑3000米呢,一只即时表就能考核了 多简单呢 而且呀,这个事抓起来安全稳妥 我就不信抓体能强基础还有错了 就算万一有问题 我也最多是工作过于简单急躁 无非是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 可我毕竟是出于一片把体能搞上去的权权之心吧 我动机总没错吧 我的思想意识总没有错吧 出不了大问题 因为这次体能测试的问题呀 主要出在了游泳队 我们呢,简单聊一下游泳队的周继红指导 比如他最后说 将通过本次比赛 对体能训练进行认真总结 建立其与游泳项目相适应 并且紧密结合专项 更加完善的基础体能训练和体能竞赛体系 大意呀,就是接下来 我们将进一步总结 进一步思考 进一步完善 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体测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我不觉得它不合理 可是呢,你们非要说它有问题 非得说它不合理 非要我出来说几句 我又不能完全不给你面子 那么好吧 我就只能说它很合理 但是呢,下一步我们会让它更合理 在中共国当个官容易吗 容易呀 只要把上面领导伺候好了 什么都不是事 比如当年涉事毒奶粉的政府官员 国家质监总局的局长李长江 当年呢,引咎辞职 第二年就复出了 担任全国扫黄打飞专职副组长 其他几个官员呢 也都另有任用 而且呢,是步步高升 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现在呢,周济鸿有点背锅了 他是游泳协会主席 他能有什么态度?他没有态度啊 上面什么态度?他就什么态度 他现在呀,就是一个职业官僚 上面要狠抓体能训练 他当然要坚决支持了 否则呢,还能怎么样?坚决反对吗? 领导要抓我们几下 就让领导抓呗 只要不严重的 极其过火的冻了自己的奶酪 那肯定就是坚决支持 您放心 回头啊,上面要纠正错误 要取消体能 他也会坚决支持 再说了 总局的通知明确说了 对体测不担当 不作为搞形式主义 畏缩不前 推进不力的 将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话说的这么重 还能不支持吗? 周俊宏在这个世界上的决策呀 是微妙的 一方面呢 这个是 是他的游泳队惹的 体能测试一路发酵 被网民调侃 一开始呢 就是从几个游泳队员 体测被淘汰开始的 再具体说呢 是从副院会等几个明星运动员 被淘汰开始的 有个别啊 出来抱怨的也是游泳队员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呢 他的队伍给组织上惹事了 他得站到台前来说点什么呀 这是让他有一点点挠头的 不过另一方面呢 这个事也未必完全就不好 依我看呢 他恰恰体验出游泳队 对贯彻上面的体能测试非常给力 非常坚决 非常到位 说淘汰就淘汰 好成绩呢 说不认就不认 绝不是不担当 不作为搞形式主义 相比之下呀 反而是象棋队全员通过体测 一个没淘汰 倒是显得像在搞变筒打折扣一样 建议呢 督查一下象棋 这就是中国现有的体制 上面下精神 下面发神经 全国上下精神病 还要对这样的制度自信 一个落后的僵化的极权体制呢 限制住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就像一群善良的人呢 被魔鬼给封印了一样 所以我们清醒过来的人呢 要尽一切努力打开中国人的封印 好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请记得点赞订阅链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